在中共终于抛出周老虎前夕的港媒披露的有关 习近平重提朱镕基 留口棺材给自己的豪言的消息 来人寻味 这个消息是中共高层为周岸公之于众所发出的信号 还是习近平希望外界看到 其反腐在上层遭遇强大阻力 习近平看起来赢了打周老虎一役 而这是否意味着他在反腐运动中的重大的障碍已经被清除 还是说中共的权斗已经接近白热化甚至公开化的前兆 那么时事的大家谈将邀请中国问题专家为您做出解答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宋永毅教授 宋教授从洛杉矶通过skype参加今天的讨论 宋教授您好 第二位是纵览中国杂志主编以及普林斯顿学社的执行主席陈辉德博士 陈教授您好 好的那么同样也在节目现场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涛 海涛你好 你好宇宙 好的那么我们欢迎三位 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以及网友 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观众听众朋友以及网友 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问题 也发表您的意见 那么首先在我提出第一个问题之前 我想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之一 那么有一位网友的他的这个网名是南洋司机 那么他呢对朱镕基提出的这个对习近平提出的就搬出了朱镕基曾经提出的这个棺材论呢 做了一番评判 他说呢 即朱镕基为反腐败宣誓要义无反顾 要这个踏地雷还要为自己准备棺材之后呢 习近平这次呢也扛出了一口棺材 说明中共用打老虎的方式进行的示威幕后的权斗呢 已经非常的激烈 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要看到今天的腐败程度是中共一手造成的 人们不要对反腐败的结果过度的期望 因为这不是当前中共的政绩 毛泽东时期就开始反腐败了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想提出第一个问题呢 问这个三位嘉宾 就是说呢这次结合习近平提出的这个扛出这个棺材的这个言论呢 再加上这个中国的高层把周老虎的这个案件呢 给大家一个公开的这个评判的这样一个形式的话呢 是不是说明中共的这个反腐呢 究竟是进入了这个白热化呢 还是习近平就是以习近平为首的 他的这个可以说他的这个派别呢 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首先我想问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个宋教授 您什么看法 你好这个我觉得啊 就是说这个习近平的讲话 和这个中共很多领导人的讲话 首先在这个历史观上是错误 因为你很少看到一个 就是说吉普朗没有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啊 他说我要反腐啊 就给我准备一口棺材 或者我反腐不成功啊 你就把我给斩了 这个是个笑话 在民主国家是个笑话 为什么呢 因为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啊 都知道 就是说这个反腐这个东西啊 它不是靠个人权力能够解决问题的 而且要靠这个体制 那么你这个习近平也好 朱隆基也好 我等会还要讲到这个毛泽东啊 那个他们的反腐啊 他基本上是靠的就是说 我个人的作用 我强化我个人的权力 那这个是一个倒退的做法 这是一个封建的做法 这是朱元庄的做法 那个朱元庄的反腐的力度啊 那恐怕比毛泽东还要大 比习近平还要大 那个时候六十两银子就怎么样 就要剥皮 就要点天灯 那么怎么样呢 他有没有反程呢 他最后他的子孙 他那个明朝 也就是亡在这个腐败上 好 谢谢孙教授 好 谢谢孙教授 我想听听陈博士您什么看法 我想他搬出朱镕基当年说的这一番话来 当然他是要表示某种 他这次好像取得了某种阶段性胜利的一种成功感 同时觉得他是好像树立权威的关键的一战 终于度过了 表达这个心情 是不是他真正要为自己准备观察 我想倒不一地 就是说习近平这番话说明了 他们现在当然像刚才像勇裕说的一样 他是表示他是一种人质的一个社会 人质的作风 而且他不过是表达一种决心 不过这个决心 我们待会儿要说到 他究竟能走多远 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 海涛 海涛问一下这个问题 你跟这个事情跟得比较紧 为什么在这个当口呢 大概一个多月之前讲的话 在周老虎被打下来之前突然透露出来 有什么玄机在里面 我想先补充一下宋永毅的那些话 宋永毅刚才他的观点 他说是纵向比和中国过去比和明朝比 是不能比的 那么横向比和民主社会也是不能比的 因为中国是人质 民主社会是法治 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这样比一下 就是说我觉得朱镕基这番讲话 习近平又把它重新提出来 应该和中共执政这六十多年来以前比 以前的中共任何官员 不管你总理也好 主席也好 最高领导人也好 包括你改革开放的赵紫阳也好 胡耀邦也好 他们都没有提出过这个观点 就是如果我们不谈这些所谓改革派领导人 就是说以前那些各种各样的领导人 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 说准备一百口棺材 九十九口留给贪官污吏 一口留给我自己 大部分都说我要准备一百个高校的 你们九十九个官做其他的 我做这个 大部分都是这个观点 宋先生您有什么意见的话 您随时可以查进来 今天我们嘉宾也比较多 陈博士您谈一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这个方面当然我们刚才这些观点 我想都是可以成立的 没有问题 关键就在于 我想他在这个时候台出朱镕基来 当然有很多 他可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到这些 但是很明显的 因为他这次反腐 很明显的还是一次选择性的反腐 他有很明显的派别斗争 党内的高层的权力斗争在里面 而且大家知道薄熙来 这个徐才厚和这个周永康 三条线都是一线的 实际上是薄熙来这个案子的 延续了两年多到今天 大概也画了一个逗号 还不能说句号 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说我们看他取 我注意到 起码在公开讲话之后 这位习近平先生从来不大提到 朱镕基先生 这是突然提到了 大家知道 前三位 都和江泽民先生有相当密切的 权力关系是他提拔起来的 而朱镕基先生虽然也是从上海来的 大家知道他和江泽民先生在权力 分割上是不一样的 甚至是说相当的有对立情绪的 所以他提出那些潜在的 也有一种 选边站的潜在的 有一个方面的味道 对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一个新闻 这个我不知道还没有靠时 就是说301医院 这个江泽民提出的什么 江泽民这个名字已经没划掉了 关于这个派系之争 我们现在不管它了 就是说 这个消息透露出来 是不是 其实在外界看起来是反映出这个权斗 内部的权斗 并不是让大家看到以后说 你有这个反贪污的决心 其实权斗的这样一个内容在里面被反映出来了 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主要还是 他为了抬高自己的一种手法 就是说这个把话讲决啊 这个常常是政治人物的一个向民众 而且呢就是说 把他自己的决心来栓动这个民粹主义情绪 然后抬高自己威望的一个手法 这个你把话讲决了呢 好 北京就觉得痛快 所以我主要还是觉得就是说 主要是反映了他的一种政治上的手法而已 比如毛泽东也用过这个手法的 当年他进北京之前啊 就说我们进京赶考 我们到底是能够做定这个江山呢 还是做李志成 他也是把话说得很绝 结果呢就赢得很多民族党派啊 知识分子的好感 实际上呢赶考实际上只有一个考生 比如说我们有个朋友 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 所以他的赶考 最后就把国家给了一团招 也不能下台 您觉得现在时代是不是不一样了 如果再拿出这样绝对的话来 说的话 老百姓真的还是像以前那样吗 海涛你觉得 我觉得就是不会的 因为从习近平引入了朱镕基 结果朱镕基他自己做到了没有 他没有做到 他根本后来就阻力太大 99口棺材也没有发出去 自己一口棺材当然也留下了 这就是说明就是说 大家比方说 当年在朱镕基任上出现了远华案 如果朱镕基要真正的 又把那99口棺材发出去 起码应该给后来大家所报道的 贾庆明先生留一口 对吧 可是后来都不了了之了 那么现在看习近平 如果打这样的打老虎 是不是也就发出一两口棺材而已 好的 那么谢谢海涛 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 习近平再度的抛出了棺材言论 那么周永康呢 是不是权斗的牺牲品 那么关于这个后半部分的问题 我们在接了观众听众朋友电话之后呢 会向我们的嘉宾提出来 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 是400-120-0551 第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 请您简短 谢谢 这个选择性反腐啊 我想这是不得以而为之的 如果大面积出击 把所有的贪官都扫尽的话 那么中国这个政权 中国可能出现权力真空 所以说啊 你这个选择性反腐的是不得以而为之 现在就是治标为这个治本来赢得世界 第二 那么嘉宾有的提出了 像西方人民主国家 不会出现什么送一口一百口棺材这种说法 我觉得呀 当中国的情况跟外国还是 跟这个欧美民主国家还是有些不一样 这个期计一月啊 不能十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这个规则的建立要一步一步来 而不是说一口吃个胖子 好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 那么不能一口吃胖子 接下来一位呢是山东的孔先生 孔先生您好 请简短 你好 大家好 虽然我在8964后 被中共劳教 被失踪 被旅游 自己的所有的编制 职务 薪金 被贪官的女儿战友 但是我还是力请习大帝 人们都说要体制反复 但是蒋经国 戈尔巴乔府 要实行民主宪政 要体制改革知识 不也是在专制独裁体制的时期吗 我力请习大帝 是因为我理解习近平的难 困难的难 遇难的难 好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 挺习近平的反腐 接下来一位是江苏的李先生 李先生您好 你好 请简短 谢谢 我感觉这个现在 他反腐的力度再大 也不能说有起到多大个作用 因为现在这个中共的腐败性 真的是太严重了 我感觉他的反腐 他的反腐的成就 很渺小 好 谢谢江苏李先生 这微乎其微 这个作用 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薛先生 薛先生您好 你好 我首先我觉得 习近平先生的这个 柴子棺材的豪言造语 起码是截断性的 还是取得了成果 跟朱镕基先生还是不同 朱镕基他只打了一个走私犯 他没有打口关 朱镕基先生 他的环境跟现在的也不一样 他上面还有两个婆婆呢 现在习近平先生 他是自己主政了 因此我认为 他的这个豪言 是有部分时间 另外我还同意 刚才明下的那位先生 高先生所说的那些个话 也就代表我所说的了 对 好 谢谢河北的薛先生 接下来我想请海涛来回应一下 刚才几位这个四位观众朋友 几乎是大概两派 一派认为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我们不能够忽视 现在他所取的成果 另外一方面说呢 是这个成果 几乎是微乎其微 那么同时呢 我还想问您一下 就是我们标题里提到的 这个第二部分 就是朱总康是不是这个 权斗的祭品 高县 宁夏的高县先生 河北的薛先生 他们都认为 这个习这样做还可以 因为治标治本 是吧 用反腐为资质 赢得时间 全治标 赢得时间 那么剩下两位孔先生 李先生 三宗孔先生 江苏李先生 他们都还是这个 以前他们的观点 他们觉得这个 习不了多大作用 就是还是回到这一点 就是到底是反腐 还是这个 制度的 还是制度问题 还是权力斗争 对吧 那我觉得从现在 把徐才厚 周永康他们 就是打下去 可以看出 有一些反腐的成分 如果你全说 没有反腐成分 那中国老百姓 像刚才那两个 听众他也不会通 那么有没有权力斗争成分呢 从中共 以所有的执政以前以后 所有的这个迹象来看 每一次的这个 把高层领导人 特别到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常委这一级打下去 或多或少的 总有一点权力斗争 政治站队的问题 政治路线问题 或多或少都有这样 那么从现在开始 周永康的案子 他没有透露出来的 所谓的权力斗争的 就是海外一直报道 中国一直不报道那一部分 就是他到底 有没有和薄熙来 在十八大之前 准备在将来 接班这个体系 是吧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内容 如果真是有这样的内容 那么这个权力斗争的 这个印象 老百姓是挥之不惧的 是的 宋先生呢 我们这个标题呢 后边部分说是 周老虎是不是做了 这个殉葬品 是一个问号 我们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您同意不同意 这样的观点 您刚才讲到的就是说 你比如说这个中共的 刚才海涛说的很好 就是说中共的一整个政治运动史 因为现在这个习近平搞的 也是一种运动式的治理 对吧 也是反腐运动这样的东西 他整个来说背后 都有这个权力斗争的潜在因素 那么你现在比如说 人们说这个周永康是最大的一个 那实际上也不是 你说毛泽东还搞了第二把手刘少奇呢 那个刘少奇当时很重要 当然主要是政治路线 但是在老百姓中间 把刘少奇给搞臭 也是反腐 比如把他的秘密档案抛出来 说他有团污 说他讨了几个 多少个女老婆 然后作风不正派 生活怎么腐败 和王国美访问印尼中间 怎么样追求资产界生活方式等等 所有这些也都是酸动老百姓的 民粹主义要求对平等等等的这些情绪 当时的老百姓也都是完全拥护的 那个文化大革命中间连夜去拥护 最后搞得怎么样呢 还是越搞越糟 你比如说朱隆基那个时候的 中国这个官场的腐败 恐怕比习近平那个时候 要好很多 所以朱隆基那个时候 还敢说这个棺材 老百姓啊还相信 现在这个习近平这么说 我是觉得这个不太相信 谢谢宋先生 刚才呢 孙岩说的很有意思 其实从我们这个观众的来电影里边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现在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看法 已经有不同的看法了 已经敢于表达自己这样的一个看法 至少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敢于表达 谈到就是说 无数的人问到这样一个问题 说这是不是他的封顶之作 那么接下来如果他要接着打的话 打谁 有人又提到接着说这个温家宝的事情 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个 这个当然我们不能揣测 习近平他的动机是什么 是不是一定是在这儿就止住了 他当然表态说是没有什么限制 要继续往前走等等 但是在我一般的判断 因为这个事情的权力都真的因素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当年的 包括国习来事件出了事 因为王立军那个事件 跑到美国离使领馆 后来的美国使领馆 通过王立军的信息已经报告 已经给了中国政府 就是说习近平这边有些交代 说了他们有这个阴谋 我觉得这个 而且这条线索 我们看他显得反弹的所谓大老虎打的 基本上他的派系背景是非常清楚的 是哪一派的派系背景 是非常清楚的 而另外一派也没有出动 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确实打了这几个人 因为这几位像那个 尤其像周永康 打他确实我也觉得是应该的 对 因为这种人他是就像苏联的当年贝利亚一样 他是上进人心 是非常的不得人心的 实在党内的人也害怕 党外的人当然更害怕的 维稳经费都超过了国防预算 而且他又做了这么多坏事 这种人 而且习近平要打他 政治代价我认为不会很大 甚至不会比打薄熙来的政治代价大 虽然薄熙来还是个政治局委员 他是常委 因为薄熙来毕竟还有些政治举措 还有一些所谓的他要邀街民心 周永康一点民心都没有 所以打他在政治代价上没有多少 但是在中共高层 有没有政治代价 当然是会有 因为必然 必定他是提拔是像江或者什么 他那个上升的背景非常清楚 所以说人高层 包括过去退休的常委 恐怕多少会感到某种威胁 所以这就是 就有一个人性向背的问题 就有一个他政治代价往后 会不会他想停就停得下来的问题 是 海涛 你刚在前面这个媒体观察里面 也提到这一点 其实中共在抖出这个 抛出周老虎的时候 同时也说说这个四中全会的时候 这个主题要放在这个法治 国家法治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在谈这个中共四中全会 这个强调的法治之前 他肯定是要先把这个周永康案 就是提前一段二十期 把它提出来 让全国人民呢 就是有点这个 精神准备 有点精神准备 否则的话 有好多分析人士 包括邓玉文先生都认为 如果你在四中全会前 就是前夕你公布了 那么在四中全会上 就很可能形成一种 强烈的讨论的这个局面 就也许说不住场了 那么当局这样子 就把它提前一点 到时候呢 四中全会就比较好 达成共识 他是这么个看法 这里头呢 我想说一点 就是大家都忽视到的 就是说周永康 当然他是犯了法也好 犯违反纪律也好 他恐怕将来 要受到中共的惩罚 那么如果他要受到司法惩罚 那么就和薄熙来一样 面临着一个 他的基本人权 有没有得到保障 是吧 他有没有按照美国的 所谓的什么刑事诉讼法 来走程序正义 他个人能不能得到 他的律师辩护 有没有这个 这些都应该重视 因为从以往的 中共经验来看 不管陈良宇也好 陈锡东也好 薄熙来也好 徐塞后也好 所有的人抓起来就抓起来 抓起来就到时候 给你宣布罪行 判你行 那么他们个人 作为这个 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 往往忽视 司法独立 司法公正的事情 好 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 美国之音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 那是习近平抛出 棺材论 周永康是不是权斗的牺牲品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 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 广西的吴先生 请您简短 非常好 感谢广西的吴先生 这个权斗是好的 比没有要好 接下来一位是重庆的观众 您好 我想说说 中国从古代开始反腐 反正现在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主要的问题 我发觉是这个反腐反弹 就是违反人性的 这是肯定的 就说中国的话 因为权力不一定能遗传 但是资本可以遗传 中国是权力控制资本 那么西方为什么要 在这方面要好一些 主要是资本控制权力 这个东西不如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资本控制权力的话 它可以推出一些政治人物 这些东西 谢谢 重庆的吴先生提出一些非常好的观点 像是资本要控制权力 这样一些这个论点 接下来我们来会请在场的嘉宾进行回应 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你好 主持人好 我非常想希望嘉宾来给我解释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一种非常希望想知道 这个薄熙来还有这个王立军 以及这个现在他这个政变到底是 针对习近平的政变 他这个详细的过程是什么 第二我想知道为什么薄熙来案在海外 去年就已经报道了 直到现在才公布于众 有人说是害怕这个他在法庭上像薄熙来一样 共出更多的中共的议盟 张先生您讲的是周永康的事情 耽搁了一年的时间是不是 周永康 您讲的是周永康的事情 对 周永康的事情 为什么周永康公布于众 难道中共还有什么把柄在周永康的手中吗 好 非常感谢河北的张先生 那么首先我想请在洛杉矶的宋永义教授 来回应一下刚才几位观众听众提出的这个意见 那么尤其像刚才最后一位河北的张先生提出来的这个周永康事件 究竟是不是还有什么这个习方面有什么把柄被抓住 以致使这个案件迟迟的没有宣布 宋先生 我觉得刚才那位先生说的非常好 这个因为中共的这个腐败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那么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你比如说习近平那个美国彭博社讲到的 他的姐夫和他姐姐的有3.7个亿的美金这样财产的问题 这个来路毫无疑问都是不明的 那么你现在要公开审判周永康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把周永康给摆平了 也就是说周永康在电视上他必须低头认罪 而不是他在电视上可以出发来说揭发你习近平 因为现在都是现场转播 logo周永康给他来这么一下子 那个恐怕全世界都要哗然 所以我看这个一年的工作呢 大概大部分是要画在怎么样做成这场戏上 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个先生提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点子上 好 谢谢宋先生 陈博士 陈博士您谈 大家也 我想这个是很明显的担心 就是说例如像薄熙来 当时都认为把薄熙他已经摆平了 因为他家人各种各样的危险给他臣命厉害 但薄熙来当时就翻供了 到当场翻供 这次他非常狼狈 所以关于周永康 因为周永康位高权重 他还位置更高 他恐怕涉及的案子更多 所以不把它摆平的话 恐怕要使得当局出现更多的洋相 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一个担忧 但是是不是现在摆平了 我们也不清楚 不过就从这次的公布出来看 他只是提到它违纪 还没有提它违法 这中间还留了一个空间的 所以我们就要看接下来这个四中全会 他说这个法治治国到底怎么个法治治法 这是一个看点 还有一点呢 我们之前的时候也一再谈到说的是 这个反贪反腐 反来反去 红二代没有被反进去 这个薄熙来的这个事情是一个特例 那是之前的权力斗争的这样一个牺牲品 海涛你怎么看 我们先说这个红二代 最近不是也有报道说 因为上次彭博报道习近平那个 然后最近习近平不让他的姐姐 习乔乔出国 还有他的姐夫邓家辉 都严加看管 这也说明他也是约束自己的这个 所谓的红二代 他们的这个圈内的子弟们 太子党的 我想就是补充一下 刚才那个就是河北的张先生 他提到一点 就是说这个周永康到底和习 和薄熙来和王立军事件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一点呢中国方面的媒体 报道的很少 但是美国方面的媒体 有些报道 比方说华盛顿那个时报 那个华盛顿灯塔那个 比如个子 他曾经写过几篇文章 谈到这里头 当时王立军进去以后 给美方交代了些什么东西 什么情况 情况呢其中有一部分 就包括这个薄熙来 想和这个周永康他们在一起 然后设法搞掉习近平 取而代之 有这样的情况 所谓的政变说是吗 就是基本上是从这里头来开始 是的 这个内情我们其实现在无法参透 也不必去过分地去 究竟他这个细节的东西 就是说周永康在薄熙来 出世的那段时间开始的时候 他是站在薄熙来一边的 是不是公开的 是的 而且就关于这个周永康 他的这个背后的 他叫政治上的patron 就是后台 是不是后台靠山 是不是就是江泽民 或者是说江现在已经和他切割了 或怎么样 怎么样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因为这个共围内幕的这样一个权力斗争 我们现在也无法看得清楚 不过呢 大家也做出一些理性的分析 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话题的讨论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呢 导播告诉我们 第一个话题讨论时间已经到了 不过呢 请各位不要走开 我们接下来呢 稍后回来会继续讨论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呢 就是宋云毅先生 宋教授花了20年的时间 潜心的研究 编撰的这一部 这样一个句子 就是这样一个数据库 稍后回来 我们继续试试大家谈 谢谢大家